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顾子豪应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 比较幸运 应该类似一个金龟角的一个骑行 然后把这个骑走成了死骑 本来至少是个打劫 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失误 就是赢的还是很幸运 对 那么昨天信任获胜之后呢 顾子豪今天也是成为了类主 由韩国队的江东瑞来这个登场 挑战 好的 我们看一下今天开赛的画面 这个赛场也是设在中国曲院的训练室 现在都是用电脑下棋 对 因为现在疫情的影响 很多大赛都是通过线上的队役 对 顾子豪九段 虽然是你看线上队役 但是他还是穿着非常的正式 对对对 因为穿着正式一点的话 可能这种比赛的氛围啊 更会更好 对吧 自己会有一种紧张感 没错 这个赛场所在地也是我们国家队的训练室 这是江东润九段 对对对 也是一位老将 老将 对 现在 八九年出生的 虽然只有三十一岁 但是应该说成名已久 对对对 而且他以前就是长期排在韩国的前五位啊 当然现在肯定下滑了 对 现在也在前十 前十 对 好像第六还是第八位 那么江东润也是今年韩国队的这个外卡选手 江东润他是凭什么拿到外卡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场的实时画面 他为什么 我猜测啊 好像是说 在预选的时候 他在最后一轮这个大优的情况下 被这个朴婷环逆转 会不会有这个原因 觉得前面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江东润确实是怎么说 在农心碑上表现的还是挺不错 印象中今年应该是他第六次出展农心碑了 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是第十届当时他是五连胜 对 最后一盘赋给了日本队的高尾深路 那个高尾深路当时已经是日本主将了 如果他在赢的话 日本队就等于在第二阶段就全部出击了 是是是 不过日本好像经常在第二阶段 对 所以这个江东润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之后也有不错的表现 对 那么上一次他出展农心碑应该是在四年前 应该时隔四年 这次是获得了外卡 对 他们的整体来讲新陈代谢会慢一些 对对是 因为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中国棋手的主力 80后已经开始退出 逐渐退出了 对有点退出这个文艺线 可能就是陈尧业了 陈尧业其实也是 对对也在下滑 对他跟江东润很像 都是八九年这个年底的 反正就是说像像江东润这个年纪还能排在韩国的前十左右 在中国是不多见的 就是还是我们中国呢 这个高手的厚度更多 更高 就肯定的而且就是下棋确实是现在的赛制啊就是时间是比较紧凑 赛程也很密集 那么年轻人体力上和专注力肯定是占更大的优势 对吧 然后包括现在的疫情的出现 我觉得年轻人更占便宜 现在用电脑下 电脑下 我不知道王说有没有感觉 电脑下对眼睛的伤害是比较大 是是是 对吧 但是对大家有这种感觉 对我们下棋嘛 我们一盘棋怎么也得四五个小时六七个小时 对吧 以前是对的棋盘下 那现在对的一个屏幕 电脑屏幕 就长时间的盯着这个电脑屏幕 而且棋手是要盯着这个屏幕去计算的 包括你看真子的话 你都看那个线路 对吧 你的眼睛会压力会很大 好 周老师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 跟上这个进程 好的 比赛也是在北京时间一点开赛 这盘棋呢 也是重新拆先 嗯 古曹九段呢 是再次拿到了白棋 白棋啊 白棋似乎现在都相对好下一些啊 因为现在不知道准备什么布局了 由于有了AI以后 AI把所有的布局都跟你拆的差不多了 所以黑棋呢 要想下出一些新颖的布局 并不是那么容易 是 所以说呢白棋会相对有利一些 说这个农心妹妹贴令五半 嗯 会好一些 会好一些 对黑棋来说 呃 心理压力啊 呃 各个方面会稍微好一些 对对对 嗯 第三步 第五步点三三 现在都很喜欢 对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下法了 是 长 啊 就长 一般长是针先手的一个下法啊 呃 如果想局部要要作战的话呢 就是飞在这比较多 那么黑棋会拖啊 就就我们流行的一个米式飞刀了 对如果局部你想针先的话呢 尝试比较多见的 那还有一种下法就是 搬了连搬 这是 呃 最 最容易掌握的一个定势吧 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局部 如果一些 齐民朋友觉得 比比较头疼 不想在这个局部投入太大的精力的话 就选择这个定势就比较好 就比较简明 哎 而且实战的高手也经常下 是 呃 这个局部不会说差距很大 这个比米式飞刀可是要容易上手的多啊 对对对对 然后这就是一个白棋后手的一个定型 嗯 那如果长的话呢 就是一个先手的定型 那就是实战就是选择的长 对啊 白棋飞棋飞 那 黑棋除了呃 除了这个飞以外呢 还有还有跳啊 大致这两种下法 嗯 跳白棋也有拖鲜的 也有拖鲜 反正长就是一个 真鲜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变化 实战选择的飞啊 飞完以后 白棋先挂一下 嗯 这个小木挂甲很大 挂飞 这都现在都比较流行啊 飞的话一般来讲 尖和飞就比较多 是 反倒是什么 加鸡现在是比较少一些啊 这盘是选择的飞 这盘鞋这一前十手 大家进行还是比较平晚 平稳的 对 嗯 其实开局都可以 那就是呃 怎么下棋是开局都可以 就是每个棋手他可能自己的这个准备啊 嗯 不一样 就是我们知道他们很多棋手在这个准备布局肯定是用这个 决议啊 AI啊 跑过的 那么跑过的话 人的这个记忆力总是有限的 对不对 那肯定会每个人会有准备一套自己比较擅长的布局 嗯 那么我就会专心的挑这几个布局的几种变化去进行一些记忆 对 现在现在的围棋开局跟我们那个年代已经不一样了 时代在改变 就是现在是个大数据时代 那么你准备开局的时候 你就会准备自己擅长的布局 然后用AI不停的跑 嗯 跑各种各样的变化 然后你就会呃 通过你的脑子在记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布局呢 你就会准备的更充分一些 呃 但是呢 你要知道你的记忆力终归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把十种布局全部记在里面 是的 对吧 人的脑子是不会记那么多的 所以他就会挑自己擅长的东西 嗯 其实有点像 开始有点像国际相机的准备开局 对吧 他有各种的布局 那么每个人可能他擅长一种开局 他就准备 对啊 所以现在 对于开局的准备是明显跟以前是有明显的区别 嗯 当然到了中盘 肯定就是开始自己动脑的 所以我觉得 比如说这个二三十手啊 三四十手之后 你再靠这个记忆 那就很难达到 对 因为这个变数太多了 因为越到后面这个变化越大 是对吧 因为越到后面就是变化都变 而且包括 包括某些大型的定视 那有些地方挂到一下 配置不同了 那边的选择全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 这个不是说你光靠记忆就能解决的问题 可能除了记忆 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它 对对对对吧 就会通过理解来加深记忆 对 或者是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被谱了 是是是 你是已经是体会到了它的这个呃妙味 对就是记忆对你的呃水平的提升有辅助性的作用 是 但不是取决于绝对性的 就是你记忆好 不代表就能一定赢 还是要靠中和实力 是 但是记忆还是有用 啊 选择了挡这边 挡这边 嗯 然后爬啊 这边你看就选择了一个双方就选择了这个局部最复杂的这个对 对这一拖 然后白黑席搬下来 嗯 这个感觉基本上就要对形成一个米式飞刀 果然啊嗯 实战当中呃 顾子豪也没有说这个去选择一个避避避让的一种下方 是是是 其实就是看白棋你给不给面子了 你白棋要想不给面子就是拖 然后双方就开始 对就是选择复杂的 白棋要是想闪一下呢 就顶完班其实也可以下的 顶完班局部来讲黑棋可能也就是拖先啊 拖先走别的地方 因为黑棋如果 如果班也是一个下方也是一个定式 但是可能白棋怕黑棋会会会会会会会从这边去走 有可能就局部就先拖先了 这样的布局好像也出现过 对对对是不是还有加车账 好像这两个点都可以考虑 好像很多 对对就是你这个局部你如果说你没有准备你就选择顶的班是比较安全的 是如果你拖呢那就说明你你对这个局部你很有信心 你要跟人家拼这个大型的定式 毕竟这姑子豪年轻啊 姑子豪是98年出生的 是比江东润要年轻9岁呢 这个年轻人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个记忆力肯定更好是吧 对对对对 对其的熟练度我觉得是不是他对自己更有信心一点 所以这里呢也没有必要去闪躲 是反正这个就看对这个局部谁的准备更研究更深了 因为要知道我们虽然说都有AI 但是后台的老师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我们中国是决议的老师 对决议是国家队的专用AI 对所以他们后面的老师是不一样 这个AI的不一样 所以他有些局部的理解不完全一样 是说我们的老师更厉害吗 这个就就很难说了 老师很厉害 但是你要能够学会老师的东西也不容易 对对对 所以马上冲断 对这个局部就是看谁的准备更充分 冲断 然后黑棋应该是尖 这都是基本上就是定式一样的下法 定式 然后走压 然后白棋搬 然后黑棋现在选择了粘 对这一粘好像是比较简明的 就下法了好像复杂点有斑的 对斑是一斑就头疼了 斑白棋一虎那就比较头确实比较头疼 那那变化就相当多了 所以你看江东人九段 他还是选择相对简明一点 他觉得这样的话 他他懂这个这个局部 他能够记得住比较好掌握 也是一种策略 对这个就是分支太多了 他怕被估值好装一到 对啊带进这个套路里了 对对对 所以选择一个简明 对这个比较稳健 然后也是不坏的下法 对然后白棋立 把阵线拉长 然后断 这基本上这个定式像这样 基本上双方必然了 这样就是白棋取地 黑棋取式的一个 这个定式也是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对这种下法 接下来黑棋是选择了在这里夹鸡吧 对对 好像普通来说 对是打对吧 正常就是如果这边都没有的话 对对对 打吃 然后好像再压一下 压完以后 飞有过 飞对 以前有见过 然后白棋飞这样坐在 对就这边不是这样定式的话 这边一般来讲黑棋有个挂 是这样 这样的棋好像见的挺多的 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一个一个定型是 高手的对峙是挺多的 接下来这边就 黑棋这边配合也不一样 对 大致就是这里 对 拆呀 好像也有拆在这里的 高一点的 对 但它现在这边有紫的话 就不一样了 有可能会压之类的 这样的这个战斗就搞不清楚了 对 那现在配置不同呢 黑棋如果再这么压过来 就不是特别舒服了 我们看如果再压过来 这个白棋的这三个子的位置 就显得不错 对对对 你在这边你就很难 很难沉到特别大的空 那么你你这个方向 好像就有点问题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可能将来的方向 是从这头过来 从这头过来的话 扩张这边的一个形式 是 所以它选择了 从这头下 所以这里也不能完全的去 死机硬背 还是要灵活的去选择 是肯定是不能的 你光靠记忆 这是你的脑袋 怎么跟电脑比 变化太多了 没法去全部记下来 微维棋这个变化太多了 你每一个脚步啊 可能一路之差 或者是一个 小飞大飞之差 肯定就不一样了 而且包括配合不一样 AI它给你的选择权都不一样 对 好 现在白棋 现在这里刺一手 这一手棋还是比较少见 有研究吧 这个 对 这个一次觉得像是 像是有研究的感觉 因为本身不容易想到这手棋 因为这里搬过之后 总觉得黑棋是比较厚的 是 而且你这个典型的走了一个后手 对吧 典型的走一个后手 说实话 一般不是有研究 没这样的棋感 我觉得可能不见得就说 完全一样的 这个一盘棋 他就选择的点 可能是在这个局部 他见过有这种点的推荐 对 然后他看了这个局面 觉得现在去点一手 是不是也可以 是是是 不容易想到这手 你看比如说这样的局面 你下到这个感觉 就不是很好 因为黑棋这么厚一排 对吧 更何况你这地方还搬了一下 搬完你走这个本身 你看 去贴到了后市上 对 相当于这样的棋轮 黑棋下 黑棋搬下来的这一感觉 是吧 从棋型上 所以说这部棋 不是特别容易想到 是 只能说可能 顾志豪对这个局部 他自己有更深入的研究 其实他这部棋的目的呢 就是以后你要不走呢 他就 他就加下来这样 你带打吃 然后 他准备这样去进攻你 他是这个 大致的一个思路 对 那如果你要是跟着 走一手呢 他可能就觉得 这两个交换呢 便宜了 有可能便宜了 以后你以后 你这块棋 你要成大的模样的时候 我就三路跟二路交换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便宜 思路上可能是这样吧 不说实话 没有 没有AI做推荐的话 这部戏我确实是想不到 这真的是不容易想的 走一后手 这AI就给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启发 就之前根本不去想的一些 这个落点 现在呢 在他启发下 一琢磨 觉得确实是可以去尝试一些 对 有些地方会给你带来启发 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是完全看不懂 都是看不懂 对 因为实力不够 定阶还不够 实力不够 好 点下来 那么轮到黑棋 可以打吃 打出招 他打吃 这个方向还是对的 不管怎么样 打吃完 他这个打吃也是跟这个AI推荐的是一样的 方向应该是这样 对 然后白棋打完然后回去 回去之后就是白棋正常来说 就是正常的感觉 应该是怎么去处理这两个字 是的 怎么处理需要去思考 但实战 顾书豪直接脱先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字他觉得可以弃掉 反正 你是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 就他觉得这两个字吃掉 反正你木也没多少 我这已经拿到一点实地了 这边我再快速的抢占一些实地 他的思路看来是 从点开始 他就觉得这几个子是可以弃掉 对 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但不过吃掉也挺厚的 黑棋其实吃掉也挺厚 白棋下法也是比较灵活 我觉得这两个子 也不见得就说要弃掉 但是我也必定就一定要跑出来 是完全是根据情况 看这个局势的发展 对 包括这颗子 每颗子其实都不是说 必须要把它救回来 或者要怎么样的 而且他就是说 他点完的时候 他肯定就想着这边 因为如果说你这边 不管你怎么去处理 不管你怎么去跑 那你这个子就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你这个子 你本来是攻击黑棋 或者是在这边破空的 是 那你就丢了一个子 你再走的话 那你不就是感觉上 节奏上是慢了一拍吗 那早知如此的话 你直接不就是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长这个 直接动出这个子 是 对吧 你现在走了一手 然后你还要动出这个 从他的 从他的这个 行棋的思路来思考的话 他可能确实是 不太想马上去动出这两个子 不过我觉得从这步棋点开始 他就已经是不走寻常路了 对 他肯定就在这边打 那两个不打 他就是走一步 这个根据对手的硬法 再来选择自己的这个 作战的方向 对 把这个剑起来 这个剑也很大 这是很正常 这个骑行 相信很多的 骑名朋友都已经很清楚 这个骑行 白棋拖先黑棋肩 是一个本手 把自己的骑行 处理好以后 就可以去攻击白棋三个子 否则的话 白棋以后 什么二路班啊 一靠啊 这类有很多 很讨厌的借用 是的 可以先把自己的骑行处理好 好 那接下来 白棋现在看起来 这个子力是比较分散的 是吧 看起来没有黑棋 这个比较形状完整 是吧 那么现在就是考验 他功力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也很奇怪 我觉得 今天和这个贴交换 有点被他麻到了 其实本身 他未必是先手 我觉得 你说这个不走了是吗 暂时好像 因为挡是先手 是吧 对 挡是先手 有吃的手段 但是 但是吃这三个一定大 黑棋 那三个不大 黑棋有可能先攻这边 哦 转身了 有没有可能先攻这边 你这边 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 你走这个 我挡一下先手 然后 肩 肩你得靠这个挤 我就是挤 那就是说我这边 随时还有吃的一些变化 那我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就不走了 我留着这个肩的 反正我肩的时候 你得挤嘛 对 那就意味着 我这一代有先手 这一代 这一代好像都是先手 对 那就是说我这个时候 我再加一刀 你应该都死了吧 这个转换 如果一人补一手 我感觉上 好像黑棋吃的 应该更大呀 我 我质感啊 没有 没有仔细判断过 对 就他这个 这样就形成一个转换 他这棋肩 这手肩相当麻辣 他为什么不这手肩呢 就是这手肩 这手肩呢 就是我 他为什么要等着人 人家走一步棋的时候 他再来肩 这个思路很奇怪啊 但是肩一下的话 他就 他反正想脱先嘛 肩一下 是不是觉得有点重 其实也没 不知道 你肩一下 如果你是这么硬 白棋就算不走 你再吃 好像你也挺奇怪 你吃在哪 他应该还是有便宜的 你就应该先 先交换掉 我 我觉得他这思路有点乱 就是 黑棋肩的时候 跑去这时候去麻一下 确实被他麻到了 对局 对局的时候 你可以不硬 又可以硬的时候 你就觉得挺 挺难受的 就他实战 他紧看 他 然后 然后 煎 煎回去 他现在有贴就没关系了 你挤他 打车 你上头有问题 所以他这个棋型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对黑棋来说啊 他觉得即使应一手呢 局部他也不亏 是吧 他就不想 这个重新做一个选择 是是是 重新去做选择的话 有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所以就是 这种棋就是 被麻到了 就是你 你对局的时候 你就很麻 你不硬 他也可以 然后你硬呢 也行 这时候你有时候 你会投入大量的时间 然后他可能时间上就便宜 对呀 在这个龙行碑上 时间还是比较快的啊 快起 不能想的太多 要快速的做一个选择 好 然后就把这甲交换掉了 对吧 对 这甲交换 交换完了以后 跳出 然后 黑棋得处理这边 我固质好 这棋 确实是力量够大的 他一直盯着黑棋 这棋 好像是出了名的力量大 这个棋 确实是这个思路 嗯 思路确实是我 我是没有这样的感觉 他你看他这几颗子 他要求去攻黑棋这几颗子 嗯 这是力量够大 感觉上黑棋很好处理啊 他由于他这个二路有个尸的话 他比如爬一下 嗯 你要是走这个 那我眼形应该很容易整出来 你要是退的话呢 我再跑 嗯 问题也不大 比如说就是飞一个 或者跳一个吧 只得跑 问题也不大 这底下都有眼 反正我觉得白棋要想攻黑棋这几颗子 我觉得好像力量就发力 有点发的太猛了 啊 反正实战对手是对 下的比较厚的啊 江东韵认得起这个局部他处理的还是比较厚 对 但是他就长 他这样眼形会好一些 对 但他坏处就是可能白棋也变得会厚一些 黑棋好像一直在积蓄力量啊 你看他每个地方棋形都处理的比较厚 嗯 然后白棋得处理那边 那三个子子子子要处理 对 嗯 这区子子子要走 嗯 靠了挤也是长形 是 然后上口打啊 打上来啊 搬下来 这个地方好像形成了一个很 很新颖的一个变化呀 嗯 一般挤的话好像是虎是吧 对 虎比较多 虎比较多 嗯 虎 然后白棋它是连搬嘛 嗯 连搬黑棋 长好像这个下巴是比较多的 对 这是一个平稳的进行 嗯 实战 黑棋是选择打上去 打上去便宜嘛 我觉得好像亏了 我我我我感觉 嗯 他这一扳 我第一感觉 局部来说被白棋扳到脚上 对 因为他这棋不便宜 痛苦的地方你是不能虎在这 虎在这打完以后这一扳 局部就留着一个结 多了一路打以后脚上 就有个结了嘛 出现一个结 嗯 这个这个结 明显有个一路 对 那白棋就相对很好处理 这个也 这不能倒立 这一扳就坏 这一扳 出事了 只能吃 只能吃 对 这样就会多一个结 那么白棋可能先断一个 先断一个 然后你走 会不会就有可能就有可能开结 对 这白多一个结不行 嗯 所以这个这里黑棋是要单粘 对 粘粘这形状上是有一些吃亏的地方 然后搬 啊 白棋 嗯 抢到这个二路先手搬 我觉得这个地方 对眼味有好处 感觉上黑的应该亏了 是不是还不如当时就冷静一点是吧 是 不要搬就 让我靠的时候别搬直接出来也挺好 对 其实出来挺大的 这个地方出来白棋这几个子不就很孤单吗 因为黑棋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比白的总是要厚的 尽管有些问题啊 尽管没有完全活进 那比白棋总是要厚 所以他这个地方靠着不跟着硬直接 比如说直接出来 好像也可以 对黑棋来说是不是觉得在外面打到的话也是对白棋压力大一些 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问题是就是你把这块棋的放活了 本来你是两块棋可以纠缠的 对 现在你人家先把这块放活做活做活以后白棋其实局部已经拿到了木数 那直接在处理这个这一块棋就比较容易了 是 所以这个上面多一个斑可能不如在这个脚上多一手棋 有可能我觉得 是吧这个上上面这个头盒 二路的斑相比可能白棋得利了 具体可能还是要到时候看一下 实战解决 具体还看上AI怎么分析 但是我我质感上这个地方觉得好像白棋还不错 我觉得白棋便宜了 这一点我当时我好像看了一下这个变化啊 AI推荐是靠在这里 靠在这啊 确实没这个感觉 靠在这啊 他就意思你搬他在立他就便宜 这两点还便宜了是吗 对可能就是这个这一代好像特别复杂啊 如果点在这的话 给出的变化是 哦哦有有东西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变化对 骑手而言对人类骑手而言 过于复杂了 挺难 对 所以实战我们看到双方在这里没有 没有形成战斗啊 如果那个点比较犀利的话 他们白棋可能是要防一下哦 他这个他的 给出的图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你再点他这两个贴到 他好像 就防住了 他你再点他就粘 你这下肩他就拐 对本来这样的话 他直接就肩完一虎就回去了 这个点的话可能都不敢粘了 不敢粘 走哪好像是有点难受 你气有点问题啊 你气有点问题 他断完以后他直上头就出 是 你气是有问题 所以点一个还不好硬 所以所以他去走这个啊 走这个 就是AI的一个逻辑啊 不够敏锐 哇 这个地方啊 这个点我觉得 还是 还是很厉害 我觉得这期如果柯杰来下 肯定下得出来 是吧 这个需要非常敏锐的感觉 这种地方 其实这种地方柯杰很厉害 实战的这部棋 江东运 这个好像反应七星不够敏锐啊 像这样我觉得白棋还可以啊 我觉得白棋活了拿到木树以后 你外头是封锐 他打了一下 其实黑棋整个面被控制住了 这一代白棋还是有一些先手的借用 对 你现在 他这些子都很轻 木树先损了一把 好像觉得 我觉得好像白棋便宜了 你这礼貌 嗯 就是 就是这个战役 我个人觉得白棋便宜 活了一块 我看到这个评分是支持你的 是吗 对 那说明 水瓶还没有出大问题 没有水瓶出问题 因为我感觉是这样 因为本来是两块棋 现在变成一块棋 变成一块棋的话 白棋就更好处理了 对 接下来我们看看黑棋选择的是断 断感觉也挺缓 嗯 但他也不会下 就是其实我 这个下棋就是最头疼的就是你供一块棋 你供一块棋 你就很难有 有很好的一个思路 刚才是两块就可以缠绕 嗯 现在呢 你放弃了一些实地变成工一块棋 那工一块棋 你痛苦在那里呢 你有时候吃小了不见得便宜 吃大了你又吃不掉 嗯 所以他确实有些迷茫 而且江东正的风格更擅长于防守啊 我我我的印象中 他更擅于制孤 嗯 现在等于他 下到了他不擅于的不擅长的这个攻击的领域 嗯 现在回到这个段 我的感觉这个段好像有点问题 因为这块棋 已经比较厚了 啊 是吧 反正我觉得 哪怕拐可能都比段强 断一个 更多的是一种防守的姿态 对断 你看局部以后白棋打吃 挡先手一飞就活了嘛 实战就这么下的 实战就这么下的是吧 他立刻就挡了贴下的 我是觉得他的棋 他哪怕拐都比 断强啊 拐 你如果长 我这一家就振兴了 嗯 你粘上这边 你其实没齐下 这一粘就粘 这一段就打 那我至少是个先手 我哪怕就是拐弯跳舞 应该比实战强 总是要保持一个这个正面的进攻的姿态 这样的话 我这边子多的话 也可以大吃这个子 然后你这块棋还没有活 我这两手棋放在外面 我肯定比实战强 嗯 那现在 这后上加后 然后白棋顺势 打完一挡很舒服 他实战就是打完挡对不对 好像这个地方 这不断 我觉得 我我是觉得有问题 是不是有点缓啊 缓手的嫌疑 这样你看 你后上加后 然后白棋抢了这个飞 这白棋活得很舒服 现在黑棋再来进攻 应该是亏了 他单拐白棋也有可能也是单飞 这个亏就是亏在 拐完再跳 白棋他自己还没 还没有活好 对啊 后保有关 现在白棋飞到这个二路之后 基本上已经是 是 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对 白棋的后保差距很大 对 因为黑棋刚才单拐的话 黑棋置身绝对是厚的 现在等于后上加后 把白棋给撞厚了 这应该是亏了 这个地方 接下来 黑棋的选点是在这里 飞照 对 那早晨还不如单拐你飞 他再走 这几个不交换 白棋要薄很多 对黑棋所得 末术有限 太有限了 这个人家还得了一点 关键是飞到这里了 是啊 好他吃在这吃在这 现在就是白棋先不跑 这一吃这个 总老师这怎么判断 这个几个子是看作被吃掉了吗 不会的 不会 他其实 他其实你看他 这个 他这个地方虎是有限手的 这个不是有个挤吗 挤他有一粒 挤他有一粒 对对对 那没有问题 但是他这个地方他 他以后一飞 总是有一些味道 对他一飞 他现在就是说 我直接跑不见得便宜 他现在在判断就是说 即使你加一道吃 你的空是不是够的问题 因为外头可以抢一下 等到我把这些 该收刮的便宜 他可能想先欺负这边 把这些该收刮的便宜走完了以后 他本身就这么飞 黑棋要想吃白棋 也不一定吃得掉 因为吃小了他就便宜了 比如说我们随便 摆两下 他比如说他就这么这么跳一跳 你要万一吃小了 你就可能 对 就就亏了 对吧 他还有可能 比如这样掉也行 这样掉也行 他肯定是不会全部 认为都是你的 对 现在他也不是那么急迫的 马 立刻要在这里定型 白棋是选择 这里大飞 白棋大飞的意思说 对黑棋这两个子 还要施加一点压力 对 看看你怎么定型 他其实就想把你 逼迫的做活 他变后了以后 这边他就没有后顾之右了 他就放心的跑那边 因为他直接跑这边 中央一旦形成黑棋的后势 那么 那么 这边就会打进来 对 他不急 这中间先放一放 那刚才我们有个地方 可能还讲错了 他不贴 不也是有力吗 当时是有力 对 那那那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绝后手了 但是是不是跟这边有点关系 是不是有些什么靠呀 什么的气 对啊 但是我 我就说我你搭的时候 我可以先保留 我刚刚先 那看来我觉得黑棋还是一样 更是应该跳 因为你搭下来 我先先保留 以后将来不是还是坚能有力吗 那就是说 白棋这个一坚 黑棋有点被麻到了 就是被麻到了 这个地方我当时看 顾之豪坚的时候 就觉得很很奇怪 比赛当中是遇到 会遇到这种情况是吧 就是对手下了一步 你觉得其实硬不硬都可以 这个时候就容易纠结 是 这班棋顾之豪一上来 就下了两步麻对手 一个就是这步点 对吧 这步 这步三路点 先麻热一下 然后还有一步就这个间 所以不管棋有没有麻到他 有没有便宜 时间先便宜了 对 他连走两个后手嘛 一上来就连走两个后手 就你可硬可不硬的地方 对 好 看看现在 然后黑棋 然后黑棋是飞这个 黑棋还是不放心上头 这块棋 再补一手 再加一刀 不放心 再加一刀 但是这一袋好像 刚才说的这一袋 这个口子还是没有封住 对 是吧 对 温春飞 我觉得 为什么飞在这边 不是太理解 按道理这边这么厚 这么厚的地方 他为什么还要再走一手 他是有点 呼应这两颗子是吗 间接的接应一手 但现在白棋就是说 他这个脚他应该怎么攻 也很 白棋干脆脱先了 走一步大场 对 他是 确实白棋应该怎么走 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地方 这个棋型能白棋走 也不知道怎么吃 所以索性就不走了 索性脱先 双方都没有走 一人继续抢大场 这也是现在也是AI推荐的一个点 在没有AI之前 我们都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棋型 觉得他空了是吧 对 一般这个棋型 一般能讲小肩和小飞是比较多的 因为觉得大飞肯定是有棋的 所以没守住 那个时候基本没有棋手 会有这样一个棋型结构的感觉的 现在理念又变了 对 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好棋型 虽然空 但是你活了我也不亏是吧 是 现在走的这步棋 好 现在这个小伤黑棋还是先动手了 先定型他是小肩 但黑棋一定要处理这边吗 这边其实不处理白棋也不要走的 这个地方就是 庄方都不太会下 对 围棋有时候是谁先动手 不一定便宜的一个东西 不过现在如果不在脚上定型的话 这一袋刚才我们一直说这一袋是有味道的 对 这个吃的没那么干净 正常来说他就补一手的 怎么补 确实补一手这些 效率 没有这个心情 对 担心效率有点低 他要走的可能 很类似于这样 就往往大了撑 就是说 有大了撑也有大的风险 对 就是要走的话有这个心情大了撑 然后以后 这样靠断下去做点 比如说他这一袋 怎么吃一个 不太可能 你吃在这 这个只是肺子 因为那块都是活的 那就比如说我 你要走飞一个肯定比你打吃这个好 是吧 那我飞一个吧 但飞呢 你还是以后 还有味道吗 以后总是有 以后总是有这个 还有一个要需要去判断这个空 你就是围住了你的空够不够 对 比如说我们先看你围到这条线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他多少空大致 如果 粗粗一点的话40多是有的 40多加加上这个地方 黑旗50多是没有问题的 全盘 但是白旗的空也不少 这一块16木 你没有问题 那块5 6木旗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角 20 25 这块如果点20的话 45 那加上贴幕已经 对该白一下 还是白旗主动 所以他不能围那么小 要围要围大一圆 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是不见得够 这样的话可能白旗的潜力 这条边上白旗潜力是不是更多一些 对 这边该白旗动手 你这边还欠着木 对 所以这步不能考虑 这步 这步除非就是你觉得赢定了 赢定了你围围住 不容易让你翻盘 不容易翻盘 这样子 黑旗是这样走的 起来 走完之后黑旗 是不是还要跟着走 黑旗把这个套出来 对他是跟着走的 不走被白旗封住是吧 不走他反倒亏了 他不走 不走白旗反而会走了 对不走你这个局部应该亏了 我去随便随便走一个 只要把你封锁在里面 这几个交换应该都是亏了 所以走了之后必须 实际上刚才我就 连续的动作 刚才我就在想 就是白旗有没有可能走 走这一步旗 就是虽然说有点难看 这旗行 但是这步旗其实也挺大的 就刚才如果白旗 刚才在找旗行是吧 这旗我就摆上去还是 感觉还挺不错的 反正你要活你肯定亏了 但是你不走了 将来我加一刀 我吃的也挺大的 这黑旗马上要有被尖断 他局部来讲 他可能可能比如说 不知道该怎么补 他比如说飞一下 然后尖一下 局部活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活的有点难受 就就这样 就这么活 应该应该是能活的 那那外围就 外围后包就不管了 对那这样白旗 肯定先手便宜了 所以所以说他走这个黑旗 肯定不会走 但这首席确实挺大的 对对对 那走完以后 这个旗行还是你不走 那将来我随便 比如说我 我就吃一米一刀 可能就吃掉了 我应该这么走一个 应该吃掉了吧 我感觉 反正也挺大 对对对 所以有可能 这两个哪个大 确实分不清楚 黑旗实战是这么去走 糊起来 做这个 对 出头还是要出头 出头大吗 不知道 这不是我不出头 刚才说你 被你一并 我说白旗这个 我说白旗 黑旗肯定是要出头 就是白旗 这个一定要走 白旗 白旗 刚才我们判断 觉得白旗形式 还不错 白旗走的厚一些 白旗走厚了 中央有东西 然后黑旗尖 尖 尖 白旗为什么不 这时候为什么不先 那下面不大吗 我感觉应该先调中央 你这个时候比如说 先先调一下 你吃这个 那我不把全救回来了 先调中央 你先比如说 你要跟着走 这两个不是已经便宜了吗 然后我再来处理 是的 实战就是这样子 白旗飞了之后 黑旗马上 在中间围里 为什么这不先调中央 这个 这其黑旗它吃起来 其实它味道也非常坏啊 他这样吃 这以后其实还 这以后其实味道很不好 这外头万一厚薄有关系 这里头 一点 你这个里面 吃的不大 旗形相当怪异 就反正这一点 一点就被麻到了 对我只赶上这个旗形 这被贴回来 对啊 这挤完你气有问题 这个能 这个是不是就活了 对不一定吃的 所以 其实不大 你要走这个 那就关子一 关子一收 他还给你搬一搬 对啊 我挤完 他单搬怎么样 单搬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团 你挤已经很满意了 挤他沾上 你就算度过已经很满意了 你可以搬一路的 嗯 搬的时候可以再搬 对 这黑的吃的太小了 对 这被缩关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 因为黑旗 不急是吧 不急来活着的 对 因为黑旗的旗形好很奇怪 我觉得好像黑旗 这个地方 哈哈 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我觉得黑旗好像下的很奇怪 有道理 嗯 我总觉得白旗应该抢先 先走会好一些吧 好 我们看看实战啊 实战是这样啊 嗯 感觉白旗先动中央更好 但是 但是降下是不是白旗也不错 也可能 现在白旗一飞 啊 很舒服 刚才说有一挤 挤的话本来你有力的 对对对 我点在这 飞着先手 飞着先手 哦 点一个木树 呦 黑旗 我下这么厚啊 黑旗团在这里啊 为什么不要木呢 就为什么 正常是团在这的对吧 从木树角度来说 肯定要要木啊 这时候还还要厚 江东正是觉得这旗他优势吗 就说判断出了问题 我觉得黑旗应该没那么乐观 这下木树差好多 这下木树差好多 你团在这 就白旗自身演员以后 跟黑旗打拔脚上的时候 对对对对 都有关系 选择团在这里啊 这个这个太行也也奇怪 反正我我是觉得 如果我下 我是绝对不会接受 在这里走起的 这亏太多了 这个木 这个江东正的九段 心态还是很好 本身这个木树来讲 可能一二三 本身就亏了有三木以上 还不算这个打拔的后包 就局部这个地方就亏了三木 还不算这个打拔 那就是肯定是三木以上去了 这样白旗 稍微倾销一下 我感觉白旗应该是 比较乐观的吧 那地方差了三木多 白旗上面对 点一个 这个 顾紫豪飞一下 估计做梦也没想到便宜这么大 他本来就是 就是想掀手便宜一下 没想到你 你这么走 本来他还在 你团队他可能还在想着 这个地方我能不能 再追求更大的利益 是不是把这几个字再动一动 对 你现在这一团人家开开心心呢 就把气掉就可以了 黑旗真的有那么乐观吗 我觉得 黑旗挡住 这也只能打 是吧 然后白旗靠 白旗现在就是压缩一下 压缩一下黑空 对 所以刚才如果能够先走会更好 不过 顾紫豪飞 他是不是惦记着黑旗这块旗 你还没好 不仅仅我要做活的问题 对 这地方就是上头先手压缩一下吧 然后确实是 现在你都已经团在这了 黑旗白旗是很有心情 就压缩一下就可以了 哇这旗 我觉得白旗下的相当舒服啊 我家众这么这么下能赢吗 我觉得白旗下的很舒服啊 白旗很厚啊 这一这一串 先手交换的 能下成这样 能像像白旗太舒服了 然后现在他点 点 然后白旗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这一代 这一代怎么走 捡起来还是什么 又走吗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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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到哪了 哎 是不是我们已经同步了 现在就下到这 对 正好就下到这里 嗯 你要在这 你要在这 还好 好一些 哈哈哈 这 差了管理多了 啊 这团圈这 水能三不多 然后这又被白旗包了一圈 嗯 不可想象 现在轮到白旗 白旗是不是在想这边怎么动手的问题 对 这边是尖出来呢 还是直接直接弄在这 也有可能可以考虑 直接打入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 像你尖就是挡下来 杀他这两边两个子 还是稳定点就直接尖一个 对 尖一个 对吧 AI推荐是小尖 对 尖完再飞 就比较稳健 就弓这一块 其实收点木 我感觉就够了 乐胜是不是 感觉是就够了 你你就就是尖 然后你补 我就飞 一边攻击你一边走点空 你看这样比较好掌握 是 现在黑旗 这块估计也就在45左右 刚才我点过去 我看看这是20 46 这三目布点是46 446 55 黑旗还是55的一个状态 白旗如果这个脚点20 16 36 43 55 白旗飞到这 白旗也55 我觉得黑旗 这旗 可能因为下不动了 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们的 顾子豪 还是发挥的不错 非常乐观的一个局面 非常乐观 我觉得好像 不太容易翻盘 白旗就 就这样尖一尖 但不知道 顾子豪 会不会选择更凶狠的 因为刚才我讲过 白旗有可能从真的 杀出来 但是这就拼得过猛了 自己可能会有点风险 如果形势判断清楚的话 现在这好像就可以 现在白旗好像还没有落子 是吧 现在我们旗谱就是 对 他在思考 打入 这几个地方 时间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现在一点开始 现在也有可能还没有读秒 还有时间思考 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实时的画面 对 现在看到姑子豪 一点钟开始下了 两个小时 姑子豪九端也是第二次出场农心碑了 上一次 他是处于叫躺赢 就还没出场 我们中国队就已经拿到了冠军 但是第二十届 这个中间间隔了一届 这个第二十二届 姑子豪也是选拔出现 上一届是柯杰 你赢了朴定环 对上一届 这两届这个间隔时间比较短 上一届的这个 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上一届的对很经典的一个 一个一次的这个擂台赛 我觉得很经典的这个 太经典了 开始我们中国连胜 然后后来 朴定环直接杀到这个柯杰的账下 对吧 然后那半届最后柯杰是赢了 赢了半目 而且虽然说大部分情况下柯杰领先 但中间有一段是有危险的 中间也要输棋的 所以应该说那盘棋 科技还是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完胜的一盘棋 所以确实是叫强者运气 对对对对 还是还是因为他这个有实力 是最后撑住 对围棋他毕竟他是一个竞技项目 那么他还是要结果论 对吧 结果结果是最重要 顾紫豪最近成绩还是不错 等级分是刚刚是上升到了第二位 第二 仅次于科技 科技的状态确实好 最近今年科技印象中就输了两盘棋 我记得 好像就输了两盘棋 一盘是唐伟新这盘 唐伟新是那个王 一个什么比赛输给唐伟新的 王龙王他赢了 前段时间有个什么比赛输给唐伟新的 然后再输给谢可 然后新印识杯输给谢可 尾伟甲对 尾伟甲输给唐伟新 然后呢 印识杯输给谢可 今年你来你看下那么多比赛就输了两盘棋 就两盘吗 就好像我印象政治比赛就输了两盘棋 就给我们留下印象的 是吧 好像就没输过棋 没输过棋 这有点太厉害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了AI以后 其实双方的水平是大幅的接近 没错 那么在一个这种 大家都很接近的状态下 你可以保证这个胜率是很恐怖的 只输两盘棋是很恐怖的 那么这个胜率可以用80多了 那就非常非常高了 果然是 这个棋谱就是到这里 当然包括这个还在考虑 当然包括这个韩国的深圳序的这个实力 胜率也很恐怖 但是呢 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的 他虽然他胜率很恐怖 但是毕竟他在韩国的棋手来下 韩国的整体的厚度 我觉得是不如中国的 所以相对来说 我还是更支持柯杰的这个胜率 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棋手整体的水平 肯定还要比韩国的棋手 之前不是我没有棋手说吗 说了这个国内大赛的这个冠军 他的难度一点都不比国际 对对对对 因为韩国棋手 深圳序他现在他主要的对手 还是朴丁桓 数来数去可能就五六个对手 那柯杰在中国的对手可不止五六个 没错 所以说他只输两半级 这个胜利真的是很厉害 确实最近柯杰的棋下得很好 我是觉得下得很好 我们之前说这个AI辅助训练出来之后 可能是不是这个训练方式的改变 让中国棋手的或者全世界棋手的排名 都要出现一个洗牌 大洗牌 但是目前来看 确实是 我觉得还是就是原来强的那些棋手 对对对 顶尖层是不会变的 因为这个他毕竟同样的训练方式下 他的理解和他的天赋还是有区别 因为你的赛道又变得是一样 是 现在我们看到棋谱确实是白棋 一直没有传来 或者是在场考当中 对 那干脆周老师我们就稍作休息 给大家喝口水 过一会儿我们再来欣赏这盘对局 好的欢迎回来 那么刚才白棋啊 姑子豪也是经过了一个场考 现在他实战是选择下载了这个拖 刚才我们说这个尖确实是很大 对 但是他是实战先拖 拖完以后是不是这一代定完形 还是要回到下边来 对感觉是这样 但是我看到他拖完以后 他又选择加了 那但是什么 他是准备在地方后手定型了 后手定型 如果换手棋把这个脚守住 是他判断这边更大吗 是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好 我本来以为他就拖一下完了 拖一下然后再转过来 反正拖一下也不亏嘛 但是他如果走这里的话 黑棋应该会顶吧 黑棋不会再 我觉得黑棋会顶完以后拖先 不会再粘了 再粘可能白棋会拖先了 对 粘肯定比便宜了 不应该不会粘 黑棋这里要 对黑棋来说要想办法抢先手 大概顶一下 顶好 顶完以后 顶白棋是要挡吧 然后黑棋就拖先了 拖先应该问题不大 你打了 打下来我 我一关 拖先暂时可以 那这边如果黑棋先动手的话 确实黑棋也不要走哪 黑棋先动手 黑棋本身是不是就尖一个了 黑棋也是尖 不尖走哪里 我不知道这个棋型在哪 要不就是尖 要不就虎得长 尖这个吗 尖这个也可以考虑 尖这个它长 我就拔 不能这样 这样感觉不舒服 尖走 再拔 拔这个 这样定型 也许可以考虑 但它不见得马上长 它不一定马上长 因为你走了一手以后 它就不担心 你从这边 这边多两个子 是不是黑棋 这两个子会变得薄一点 感觉上好像 这条落一后手 不见得便宜 但是觉得这两步棋也不坏 应该也不影响白棋的优势 你还是挺有价值 下的挺厚的 黑棋现在 反击了 对 江东仁是要 对 开始要把这个局面变得乱一些 是要拼一拼 就是前面下的太稳了 这个我觉得它是不是判断有问题 等到清醒过来的时候 现在开始 开始要觉得要反击了 刚才这个不拖 从棋谱传说的来看 我觉得这里长考 对农心们来说 是一个不短的时间 这一拖 趁这个顾子豪在长考的时候 我觉得江东润肯定也是 可以利用时间来思考 对 白棋的下法 我感觉就是顾子豪觉得形势很乐观 把自己下后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看到江东润这步棋 肯定是觉得形势不是太对劲了 对 一开始我觉得 我觉得他这个团的时候 他一定是判断有问题 他如果觉得判断不乐观 这个其实不会缩在这里 他是不是哪地方 有点缩的有点多 对 他是不是自己点错目了 还是怎么着 这个就好像对职业高手来说 这种团和这种这个团的区别 是不是有点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这局部就差了三目棋了 三目多 局部就差了三目 你看你团中 你这两目是有的 那这边就算白棋 冲到 这个地方 这个子方案 这至少接近差一目是有的 所以初出一看三目是有的 这里平盘无故的就亏了三目 那除非你是赢多了 这个是属于乐观的信号 但有的时候这种乐观也是有可能是一个假消息 对 而且这边的下反呢 也比较乐观 但不可能他后来确实也 也没办法 也不会有太好的办法 但是确实我觉得像这样以后 白棋肯定会觉得这局部其实多么的痛苦 越看越痛苦 对 这已经合拢了以后就翻这三目就白白的就没了 好 现在黑棋拖 白棋拖完 白棋拔 白棋肯定是拔这个 肯定是拔脚 嗯 黑棋顶一下 顶完之后 这里黑棋要想点动点脑筋了 是吧 对 看看能不能占哪点便宜 他就能不能这地方拔 拔这个 拔这个 拔火打吃 然后把这个二密子吃掉 这样给你弄个断点 但前提他可能在这之前 我觉得他是不是要动点这点脑筋 先这里加一下 对 走后了以后你再加 如果这时候走后了再加 他可能就冲了 对 要反击了 所以他可能会在这个时候会不会想动点脑筋 有没有可能这时候加 先加 有没有可能这一类的吧 现在如果你冲 他是不是打完再唬住 现在白棋敢冲吗 现在会不会有点有点过 不知道 如果你粘他再搬 这样的话 他外头能够给你制造一些断点 就会有一些便宜 白棋是选择的断 断白棋是吃这头的 扭断 我还以为是吃那头的 我以为吃这个 我以为是吃这个 吃这个 吃这个他担心人家顶 直接断是吧 有可能 这样的话 这个打是先手 这个可以保留 不着急 单断 对 他是可能担心这个 那这代黑棋 总而言之是要动脑筋 但他吃这个的话 黑棋打完 有没有再打上去的可能 这时候有没有打 劫财这么样 我没判断过 再打上去 有这个可能性 这一下也显得有点复杂 你粘你肯定不太肯吧 你要打结 可以先打一下 问一下是吧 打白的肯定是提吧 白棋还能不提 他总是要提的 我看实战他倒没打 他转到这头来了 对 虎的时候 黑白棋就花了一手棋 把这个提掉 很干净 这个脚已经是 走得非常厚了 那这样下 我还是觉得白棋不太能 相当于黑棋 是先手虎的 是吧 先手虎和脚上交换了一手 这地方好像被黑棋便宜了 但就看他这边能不能拿出招来 如果这边他拿不出招 也便宜的有限 因为你虎完以后 你没有木 你杀不住这边 你还是没有木 而且黑棋 白棋毕竟是脚上走厚了 对 感觉上黑棋是得分了一点 但就是这边怎么定型 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是觉得白棋 好像还是应该先接这边定型 这边定型完了再去弄了 就或者你拖一下 然后这个不加就行了 对对对 还是下面这个尖起来比较紧要 那现在 走完以后就看黑棋怎么定型 现在就是黑棋多了一个子之后 对这个两个子 也不知道怎么下 飞一个 按道理来说 多一个子 总是要对他压力大一些 但是如果说你吃不住白棋的话呢 其实你所得的木树并也并不是很多 就是看能不能兑现了 这个地方很奇怪 这个地方白棋拔掉了 黑棋先手压 他不肯 有点俗是吧 他就不能把单退 你觉得单退比他那个强 单退 单退 也是吃掉了 对啊 你这样被压一下 木树有点关系 如果单退你如果说挤 他实在是像这样 对 实在像这样 那如果单退你挤的话 我就算粘在这个位置 我的木树会好很多 就是这个子放在哪 肯定放在这 还是粘着好是吧 肯定放在这 这一粒你看得见的损失 这边看不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单退 比如我先打一下 你是长吗 我就提 有用吗 你没用吗 他这边有点关系吗 还有这样的手 没有注意 那稳健一点 我的粒呢 没什么东西吧 我觉得 你这样我再挡住 没什么齐 应该没什么齐 这个 提有点随手了 就是提感觉 第一感是很干净的一手 对 但木树来讲 好像 好像我觉得长按着更好 更好 没什么借用 这样的话 你木树会更好一些 唯一亏的就可能 结财有可能亏 就是一堆结财 对 提一个确实是 感觉很很干净 但是你看压完以后 你现实的 以后将来再立完 你现实的木树是亏的 白棋 黑棋小尖了 黑棋也是尖 现在就看这边怎么定型 哎呀 这个点 被黑棋强盗了 还是白棋心情不太好 感觉还是被黑棋便宜了 这一串 这个厂考 有的时候厂考真的是双刃剑 但是也不一定 就是他现在这个棋 如果说他把这个活得很轻松 应该白棋还是要 他白棋走得很厚 就是说也许你尖一个更好 但是这个有可能更没毛病 也有可能 因为他这样一旦 如果他活了 假设他活了 活完以后不是很苦 他控制够的话 这几乎黑棋就翻不了盘 因为白棋在铁壁一样 所以说有些时候选择 也很难讲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你把这块棋交给对手去攻 交给对手去进攻 有的时候反而效果更好 对 可能你围棋 你只要赢一点点就行了 所以说有时候你有不起 你可能下的不是最佳的结果 但有可能这个下 结果是好 赢得更稳也有可能 但是现在就看 因为顾紫豪他对这个地方 他一直都是脱先的 他一直都没有走 他显然他对这块棋 他的定型 是不是他准备了什么手段 就是他觉得这块 我是有招的 不怕你攻击 如果说他没有准备的话 他不会在这个地方 平平的去落后手 那现在有什么招呢 还是在做火啊 感觉还是往里头 还是在飞吧 虽然我个人感觉 是被黑棋便宜了 你看有了这个压 还是很关键的 我从胜率上来看 也是支持你这个说法的 确实是这一串交换 现在黑棋的胜率 你在哪看到胜率 我都没看到 我都没看到 黑棋的胜率有所回声 对因为他压到以后 你看他这个扳是先手 对吧 那你比如说刚才 刚才白棋爬 爬完以后很显见的 比如说他这个扳完以后 一长他就可以扳过 但是有了这个扳的先手以后 现在你看你就 你就过不去了 二日班是没有了 对你就过不去了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爬 不一定爬得到了 本身如果是刚才讲的 推在这儿的话 刚才讲他 你这个时候黑棋 多半要硬的 否则这一扳一长 你立刻啊 对啊 就要扳过 对啊 你这个一冲 你扛不住啊 这个冲你扛不住 那你沾就被扳过了 所以我就说这个地方 他这个拔有点 是不是更要细细腻一点 对 他有点随手 这个地方就是 所有的职业起手 可能第一杆也是拔掉的 就是拔掉干净 对 但是你拔掉以后呢 因为他一压 你就特别的不舒服 你走在这里限时的亏了 对 这肯定不肯 对 你顶在这儿呢 这地方二路班就先 对 二路又亏一点 所以刚才那不拔 可能还是有可能 应该尝着这个 更细腻一点 他现在 现在还需要印吗 交换到了 对啊 为什么要印 好在交换到了 交换到总不愧啊 对 我是觉得 他难道觉得这个扳 扳不到吗 他现在扳一下 我觉得应该要印 应完一 总是能扳到 对 然后他不能从这头来搜刮吗 是的 这是 当然白旗也是活的 白旗活旗问题也不大 扳得长 你大概也不太敢杀的样子 活也是活的 你要沾 他就怎么尖一下 挡一个人 活是活的 但是就是 看看哪个活的便宜 对 是吧 对 他选择外头堵 那跟那边就关系 只是一点点目数的问题 那现在对 白旗 还是要往里头飞吧 还是要飞吧 除了飞 还有别的更好的 第一感就是飞 飞黑旗肯定是靠住 嗯 就这样搜刮 应该来讲 还是感觉被黑旗便宜了 黑旗有袭下了 刚才他尖的时候 其实黑旗自己是 对 找不到下一手 单关 因为刚才其实 白旗尖起来啊 黑旗如果飞的话 是 然后白旗 其实这个地方 有还有这个 还有这一类的手段 你看你 你这样就被断了嘛 你打吃 我可以从这打吃 也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是有缺陷的 我就比如说 我就飞一个 白旗 黑旗自身确实是 对 你要有漏洞 所以他是应该先在这边动手 是比较好 这边没想到落了一个后手 好像说现在 姑子豪是进入了毒秒 那个江东人也还没有进入毒秒 是吗 更进入毒秒了 应该 现在都两个多小时了 对对对 那应该 那姑子豪前面还是下得比较快的啊 嗯 走得来说用时是比江东人要少 嗯 现在就不飞还能走长了 现在都进入毒秒 那么这个时间上 大家是同意起跑线 不知道能不能走 走这个行不行 走这个 走 哇 白旗现在在考虑 肯定是在考虑是 怎么样做活 是最佳的方案 对 除了这个飞 是吧 对 除了 我觉得他肯定在想别的方案 对 黑旗搭住 白旗是有点苦 活是没问题的 但是还被收了一下 除了飞 还有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是吧 不知道有没有病 病 如果你补齐 他跳在这 他活的就很舒服了 但是你走这个 他这个挖顶不顶用 我没 好像有不见得顶用 大吃 沾上 然后在上面打一下 再 好像白旗也不像形那样 好像不太像形 然后打吃先手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 因为你搬 等于是我打几都是先手 对 也不一定 你不能搬接 搬接一打拔 是不是黑的应该气不 嗯 我挡住 那也不一定啊 那好像 那好像白旗快活了 那有可能 他已经飞了 飞了 还能没感病 选择敞考之后 选择飞 但是 并完挖 确实需要需要计算 可能这里是白旗 没算清 考虑之后还是选择的飞 那黑旗肯定这步 这个应该没什么想的 这步还能走哪 肯定是走这 嗯 这位黑旗来讲 应该支持一手 他无非就是 读秒的时候 把这个时间 想想别的地方 怎么走 现在是60秒一步啊 要充分利用这个读秒的时间 对 他这个地方扳一下也很大 这个扳也 这个扳 嗯 也特别大 不然白旗可以打这个 打 再打下去 把这个翻下来 翻下来 你得做活 他这个站是先手 哦 那很大 相当大 所以这个打呢 黑旗就不能要了 黑旗打的话 黑旗得打脚上 不能不能跟他走了 嗯 所以白旗抢去 那地方 诶 这个可以搬进来啊 哦 搬进来 那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转换了 那人家加呢 加 转换 对啊 那 转换那你 那我知道 那搬进来不就是转换了 那还是 他对莫非还有什么手 这一带怎么 感觉一常考就让人担心啊 这难道是有 没看到什么招啊 这有团吗 团了长 没什么用啊 有用吗 这就粘 粘上 起锅 起锅反正你不是还是死的 吃这个 那走 那我就沾一 你不都死了吗 对啊 这 这不成转换啊 只剩下转换了 诶 是他觉得被人家 靠到在里面 货不便宜 是不是 他就可能就是 争先了 我觉得他的 争先把 你说的这个打 那打吃是很大 打吃 打吃的话 黑的要么就是 就是要么就是退这个 要么就打吃这个 不能再跑 那打吃是相当大 但是感觉 诶 这吃 这以后 还是一粒 还是没吃 那白戏怎么走 刚才不是说团一个长 长亏了是吧 不断损目 吃这个可能 吃这个 要不然 这样算了 就吃这个 吃这个 你大概 这样脱鲜了 以后 你也不能走 走在他挤过 没什么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抢过来 这样子形式怎么样 这黑戏吃了好大呀 这感觉 他黑戏 应该是便宜了 这个 六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关键他吃完 这太厚了 这个木 是 这样不知道形式如何 这个 这打吃有多大 肯定白戏亏了 这个不 多大不知道 就是白戏 其实 这个地方便宜的 很有限 因为这个打吃也很大 黑戏 是这样 加了 他真的是接了几 对 接了几过 团了几过 这样也是真先手 这样也是先手 黑戏大概度过吧 黑戏 黑戏只能度过 度过白戏打吃 对 只能大概这样 因为不能沾吧 沾他会不会 沾他会不会 嗯 沾我觉得好像黑戏 七星有问题 他是不是就长了 他 长 对 常有可能 他就可以打一下 再度过 好像不太能沾 我觉得就这个吧 这个干净 干净 对 但是这样白戏 所得 白戏应该肯定亏了 这个 然后再打这个 好奇怪啊 这里 白戏亏是肯定亏 白戏 这里白戏 等于主动选择的搬 是 这个不搬 他里面 活不了吗 活了 不便宜吗 活了落后手啊 活了这个 便要搬去了 他就是想吃那个 因为棋盘上 就是那个关子 否则你这边落后手 黑戏哪怕不搬 就是这么拐吃一个 这个关子也很大 对吧 他所以他想争先手 然后去吃这个 但是 这个整体下成这样 我觉得肯定是亏了 形势怎么样 不知道 然后现在白戏如果是吃这个 黑戏就吃这个 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又吐血了 对吧 这团是眼为影目数还有关系 对 这想什么呀 这没什么想到 对 这黑戏来说只能度过 黑戏沾这个 这是不是又出现了 又变数了 又有变数 它是沾 不是沾上本身就不便宜 这一场 这黑的是不是要出事了 这沾太像意外 沾本身就不便宜 白戏算度过 你不也亏了吗 你这个度是后手了 对吧 变成后手 对呀 我去算度过 你不也是亏了吗 你这骑行 你不是局部就落后手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戏有点不可思议 这白戏度过你也是亏的 你现在一场黑戏 好像有点问题 你不能沾啊 沾他 沾他断是先手 你不管打吃还是退啊 他这一断进来呢 这不黑他 黑他是不是死了 他 乖我就 我这个是先手啊 这里面比气是怎么回事 比不过 他度过 度过我打吃一下 你这我度过 这个 这个打着先手 他紧气肯定不行 一般 对呀 这应该死了 不是啊 那你 挤呢 我这个打吃不是先手吗 对呀 那你搬我沾上 我就扑了打结 你应该不行 扑了打结是吧 应该就不行吧 扑了打结 我白来的 我这个结很轻啊 打完我这毫发无伤 除非 除非你杀这头 你这手 那这个风险 除非这时候 就是这样 对吧 拐弯 住过 杀那头啊 嗯 杀的都应该 头在外面 应该不可取吧 感觉上应该不太可取 这个有点 应该杀不掉 对不对 对 这个 那 你想太远大了 那不就已经坏了吗 他扳 嗯 我们看啊 这一代突然出现一些 白蛋都读秒了 奇怪的变化 一读秒了以后 肯定是算不清的 肯定会有很多失误 对 这一般白旗吃 吃 吃他想干嘛呢 那他现在就准了 哦 他立啊 他杀脚 走 那他只能是杀脚了 沾 杀脚会便宜啊 右层转换 这白旗便宜了吧 吃这个 便宜多了 我觉得 这我 这个是 这是先手吧 如果我还可以 你看看 我都是先手 好像我先加嘛 都是先手 你这样 我一提 然后你送 我这个沾按先的 那黑的就出飞了 这黑的肯定亏飞了 突然出现了 就首先局部还是后手 这个厚薄 还差距很大 这个变化 也是很神奇啊 这个先后手一样 到这先后手一样 本来你刚才我们讲的 直接度过 对吧 黑旗 是把这边吃光 然后现在先后手一样 只不过你转到了脚上来 脚上大还是边上大呢 肯定边上大 边上 本身木鼠 跟后薄有关系 对 这边后薄 主要是后薄 木鼠 木鼠好像也是 木鼠也边上大 明显面也边上大 至少大三四木齐 我处处一番 那我觉得他们两位 骑手的判断倒是吻合的 你看 古子豪要搬进去 然后 这个 江东润不肯给他 不肯把脚让给白骑 他们俩的判断倒是一致 哦 他 哦 我明白了 他刚才这个骑 我明白他什么意思吧 但是 看到什么 骑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时候 他不肯度过 他不肯度过 他担心什么呢 还是要打 是吧 对啊 他就打那么后手 嗯 那没什么 那真是不明白 出现了一个 意料之外的转换 这黑机怎么可能便宜呢 那个黑的 我们看实战吧 实战就是这么来吃饺的 对 只能吃饺 只能这样 实战是 只能这样 对 现在他能拐吗 他如果不能拐 就肯定亏了 但是拐 我怎么觉得 他就完 拐会不会撞气 拐可能就死了 好像不能拐 拐 摆起顶住 这样你什么 死了吧 你粘 他可以先搬一路 已经死了 提 扑个粘回去 扑个粘回去 那这样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这是油眼杀 这是油眼杀虾 是 所以不能拐 那就 对吧 应该没算错 不能拐 不过我看 现在这个变化 胜率 黑其道没有崩 没崩吗 没崩 这样子都可以 这样 好神奇 你很亏了 让我看看 他这脚上多少目 这大概 这大概是 以后 以后 好奇 这个变化图 像你这样 这样 这块是10 提掉 有10 实际上是4 扣2目 12目 脚上12目 他给这图是要拐一下 能拐吗 拐完不是有个8吗 这个图 我觉得黑棋明显亏了 黑棋是12目起 脚上12目 白棋刚刚那地方少了3目起 但这个地方已经长回来3目了 所以黑棋吃掉以后 那个地方是1234567 16 至少亏3目起 以上 关键是后薄差别太大 对 先不算后薄 先不算薄 就是局部的实力 至少3到4目亏出去了 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图 它像变化图可以拐吗 你再看看 但是这个拐 我怎么觉得是不能拐 有的时候 这个局部对杀 也不能完全相信AI AI现在升级很快的 它不会出这种问题吧 实在是我们看错了 沾的时候 它刚刚那标号图 AI说是拐完之后 那种沾 我刚刚看见它是沾了 对 那斑呢 对 它是说沾这个 沾这个是死了吗 对 但没看到 莫非它没看到斑 不会吧 这个 它实战没有拐 对实在 我是觉得不能拐 好像是 这个AI给的图 也不能 是我们看错了吗 AI还有这种失误 那以后还 还有希望赢它一盘吗 我觉得我没看错 打实体 好像是 对吧 吃就提 你好像发现它的bug 对 好像没有问题 铺 铺我就沾上 不对 它是不是还有东西 没有东西 铺 我看看 铺对没有东西 铺的沾是吧 沾上 你铺也没有用啊 铺提 再提 我就沾上 嗯 你现在断 我可以铺在这 哎 这个 进不来啊 刚刚好吧 刚好快一期是吧 对刚刚好 好像是不能拐 我是觉得不能拐 你看实战它也不能拐 有道理 拐就起力了 这里人类骑手的判断是一致的啊 这个能不能拐到差别挺大的 对那确实差了很多 这个因为拐到之后 这一代黑棋都是先手 这个后包差别很大 嗯 从胜率上来看 也的确是这样子 刚才拐到之后的那个 黑棋胜率大概有40多 嗯 但是这个实战被白棋 明显拐到就起力了 对 但是实战被加下来之后 嗯 这个胜率 黑棋只剩下个位数 嗯 这个 也用的是决议的吗 决议会出这种问题啊 不会吧 我还是觉得 有点惊讶 拐 刚刚好像怎么看都死了 对 我们看实战啊 这个 等于白棋家道 嗯 然后铺 对 这样子白棋粘 党都是先手 明显亏了 嗯 你看跟刚才那个比 现在这个棋 脚上黑棋是 12木棋 啊 这个你提 总共14木 但是人家提了两个字 是黑棋12木 嗯 12木呢 白棋刚才那个度过的图 白棋就有三木棋 对吧 这吃的这个字 三木 那白棋现在长了接近三木 所以说 黑棋就 单纯的12木棋 对 那刚才我们看刚才那个图 这个差别好大啊 刚才是这样吧 对吧 刚刚这样 那黑棋你看 123456789011 1234516 白棋四木 先后手一样 还不算还不算这后保 后保差别太大了 对啊 那你就算不算后保 四木也插不起啊 所以这个胜率已经很支持了啊 白棋实战这个下法啊 已经崩了是吧 黑棋已经对胜率上已经崩了 对所以说他说要拐 他要拐 他拐一直拼了一片 看你能不能看到 拐完就死了 拐完就死了 江东任我觉得这里一定是算过 这个这个拐不能错过 如果说这个拐 能拐到没有走到的话 对应该啊 对不应该 我觉得确实不应该 应该是不能拐 所以这代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相信 这个棋手的 但是他这个突然 沾上真的是太奇怪了 黑棋啊 对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沾上 没看见人长吗 不可能吧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其实 你没看见人家长 你就便宜吗 你不见得便宜 对啊 你不见得便宜 就人家怎么硬你都不见得 硬黑的下一步走哪 我还没看明白了 就黑的下一步走 还得要自补 你只能度过 度过我打吃 你这也不能沾啊 不能拖 这样子还有长吗 长了 有啊 还有长 那你还得补啊 对啊 那你便宜吗 你补在这里 为了追求这个效率 那跟那个比 真不见得便宜 真的不见得便宜 这以后提着木数差好多 是的 就是白旗即使度过 也不便宜 对啊 奇怪 为什么要下的 下的那么奇怪的一个地方 好奇怪 是啊 人家即使硬 你也是 可能也亏了 这应该没有问题了 我觉得 这地方下成这样 我觉得顾子豪 应该是不会被 现在应该是 形势是比较乐观了 然后是这样 这是 咱们粘了一个 挡住 这个是 对 粘掉 对吧 对 粘 粘掉了 前面粘掉了 然后 往里头塞了一个 对 对 塞了一个 现在白旗 现在白旗这个 摘是先手 他可以先不走 他先点 对 关键 摘完这个档还是先手 这个一路的木数 对 这个收得很愉快 对 点一下 然后搬接 就收空了 就 收一个先手 把那一打吃 估计就 乐胜 这应该跑不掉 这个黑的 这就亏太多了 这个 我们现在觉得 黑白旗的 希望很大 基本 今天是第一阶段的收关站 基本上 希望给大家一个好的结局 就基本跑不掉 因为这期不容易打勺 白旗太厚了 因为白旗铁厚 黑旗现在 再不走 可能就要死了 反正黑旗什么之类的 跑一个吧 跑一个 然后白旗就把这个 这个最大的一点吃掉 吃黑的 还不知道走哪 只能 吃那个的话 他就把这个吃了 一路打一下 黑旗是打这个 还是退这个好 这个关子我算不清 我关子很差 反正如果是这样 这个脚 这个不用火 做火吗 不用了 这应该不用的 你贴我一虎就火了 你打把我上头拐一个 你如果这个子在这儿 还可以看看 在这儿 在这儿就 好像像是 火面大 不太用看火 应该是火的 我觉得 现在离胜利的终点 越来越近了 斑毡 现在黑旗还没有补 大概要补 就黑旗太奇怪了 突然 就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你 我们跟他说 这斑可能 有点意外 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没想到 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 对 不这个失误 确实很奇怪 果然是人家 跟着你硬 你也是亏的 对 人家都为什么 会有这种 人家按照你的意图走 你也是亏损的 这误打误撞 最后发现 这个可能比白旗 先走效果还好 对啊 白旗 确实是效果太理想了 这个剧情 也是出人意料 很意外的一个 黑旗能脱纤吗 现在黑旗如果脱纤 拼一下 把这个抢到 不太 不太 斑还是什么 比如这个 斑 你不管走哪 我觉得我们的 顾子豪 顾子豪 恶霸 你要杀了 恶霸 突然要这个圆形毕露 你再沾它再一点 这个刺鲜手 或者一沾两个段 对 然后这其轮白的下 恶霸等很久了 随便这么走一个 或者盯一个 这骑黑的上哪跑去 他这都是鲜手 这全都是鲜手 对吧 这个感觉就没法跑了 补了 还是补了 这带不像像能脱纤的样子 这个拼不动 我没关系 就把这吃 果然吃了 果然吃了 吃黑其实是打吃 黑棋先打 打吃 打吃的关子 它是让它瞄着这个点 它就有个点刺 这样它可能稍微便宜一点点 比刚才我们讲的稍微便宜 但是应该也跟胜负没什么关系 白棋走完就虎一个吧 因为这个关子应该最大 刚才没交换的话可能还挺大 现在没有更大的变化了 没什么大关子 对 它正常应该立吧 立了就老虎一个 这个白棋全盘都铁厚 刚才是点的这块 就是46 是吧 是56 那现在黑棋也没 60 70 70不算中央一点点潜力 70的样子 白棋呢 40多一个 这边40多是吧 这个价 50 60 我觉得输好多了 我觉得 盘面能不能硬 盘面都不见得硬 我觉得盘面都不见得硬 盘面都不见得硬 这应该没什么悬念 就是时间问题 因为白棋都 都没有打扫地 刚才白棋搬的时候 我们说实话 还是为白棋捏把汗的 但是那样下 估计白棋还是要优势 但没有优势那么大 对 就是感觉棋又变得很漫长了 对 但是这个局部的变化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对 送了一个大礼 大礼包 这应该没学练 关键是没有地方可打扫 这个棋 没有地方可以打扫 都铁后 也许会很快结束了 现在白棋 黑棋一直没走 黑棋 是不是 有没有这个结束的可能 对 认了 是吧 我觉得 这个一分钟应该已经有了吧 对 认输 江东润九段这个形势本来是看到了一点点希望 对 看到一点 但是突然这个局部没有应对好 应该来讲 我觉得看这个棋到现在差距这么大的话呢 刚才他如果度过应该形势也是不太好的 是吗 应该也是不太好的 只是说比较接近 可能会胜率上比较接近一点 应该还是白棋肯定还是不错的 因为现在输好多了 现在我觉得输好多 对 昨天这个孤子豪和许家元那盘棋 最后不是也是 就是许家元认输的时候 其实形势也比较接近 对 但是他们国家队研究之后认为 孤子豪还是迎面大 对 就是他许家元没认输 继续正常进行的话 对 可能也确实是要稍差一些 那盘不一样 那盘 他把一块活棋走成死棋 这个任何的棋手 可能精神都受不了 所以他肯定就觉得 没有想到居然形势还可以下 对 他肯定就是一门形势杀那块棋 但是觉得杀炸了就可以认了 因为前面那块棋自己是活棋 走成死棋 所以说任何的棋手 肯定就没有想到那棋还能收空 所以说那盘是不太一样 那盘他认输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这盘真的是 这盘黑棋还没有走 下的不是太好 不应该 我知道 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棋谱是有一个传输的一个时间差 这需要刷新吗 还是什么 需不需要刷新一下 应该不用 他这个自动摆的 走了 走了 你看他一下子下了很高一步 还是很顽强的 毕竟农心碑也是很重要的比赛 机会难得 还要再坚持一下 白棋没有补啊 没有 他走了这边 他就是瞄着这个 问题不大 那边补补也可以 也是活棋 只要那块不出事 没有问题 他看清楚死活了 这个空怎么都是不够 一起 白棋靠 这个 这个很随便的 因为他走在这 他下手直接瞄了这个呢 还没好 他马上就要走这个 就是一旦实际程序 他要走这个 你冲他沾先手 他这个两边 一沾以后 你两边断点 所以他直接 就是要把你给分断了 你得沾他 这以后会有这样一类的可能性 当然现在你会是活的 但是你这地方 你是有着问题的 对 这也是为什么 顾子豪 他要走在这的原因 他瞄着黑旗的弱点 现在就是上边 确定没事是吧 没事 那个相信顾子豪的死活 没有问题 既然敢脱先 他要是走在这 上面有事 人家这个时候就该出手 就该出手 对 这时候黑旗看到这部棋 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对 这部确实不能理解 这个基本上 我就是不能理解的一部棋 跟这边这个沾的失误是一样的 这个沾我也是不能理解 因为沾人家度过 你也是亏的 那你是什么意思 白旗跳 这白旗估计下没下 不用下几步 就可以认了 那个黑的 这个 现在他防守 防守白旗比如说 就在这一代 尖一尖 这是先手 尖一尖 然后就把那个空收回来 我这白旗真的收得太愉快了 没东西下了 这样就没东西下了 本身关子也很大 对 这样的话 这块刚刚点467 就算给黑旗多点一点 点弹48吧 这块12 50 60 你不是48 对 这地方1234567 8910 1112 再给他点多点 13 那就73 73对吧 73 16 这块是16 18 25 25 是有25 这冲降 30 32 32 42 44 45 50 60 64 65 66 67 就是白旗 这点的很少 就是67 对刚刚多少 第73 然后是67 对73 然后该 白旗现在长了 该白旗下 你就中间点了吗 没点都没点 我给黑旗点的很多 给白旗点的很少 就是这些都 虚目都没有 即使是那样的话 估计也是盘4 盘3的样子 这个旗 我觉得就是一个盘面 可能是个盘面胜负的样子 不过贴六母版 好一点 但是翻盘不太可能 主要现在没有 它其实这步旗 可以不走 它这个关子没有中间大 如果那个 因为你打拔 它正好可以 可以拐着这 拐着这以后 它下手前要扳你 它把中央收货的挺好的 收货 它以后可以收在这 它可以去扛着 现在点进了 所以 这是白旗 黑旗之前打的 留的手段 但无所谓 你现在吃就是后手 对吧 你不吃以后 我还是可以团成的 收货 对 能团成的收货 还是 对 厉害 这个 这个 关子 这下没接 这下没有接 对 那黑旗太难了 应该是收不出 收不出 收不收不出的 这个关子 我刚刚已经给黑旗多点了 好多 多点了至少有一两目 然后还给白旗少点了一些 打拔完了它就是拐 应该拐了做货 拐 白旗这下应该冲掉前面 不冲会不会 你还有可能靠一个 收关 靠一个是 一目 靠一个也不便宜 那没问题 拐到 拐是先手吗 接下来可以 可以扳一下 你不走 它就 反正白旗肯定是要拐 如果这盘旗最后是 孤子豪获胜的话 那么 韩国就是 出局了两元 大将 日本和中国 各损失一个人 对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 好像我觉得是不太 人分吧 看顾子豪还是比较 谨慎的在这点幕 看手势在点幕 对 越是到这个时刻 越不能掉以轻心 对 拐是必然要走的 这块其实 就接下来黑旗怎么收的问题 黑旗也太难了 现在 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失误的 现在看这个白旗这个提 你看 是 而且你看你提在这将来 将来他挽在这以后 他再拐在这以后 你挤 这还有点 还有点幕术关 是 所以这个提 看起来是必然的一手 越看这个越有问题 对 有时候形状漂亮 不一定是好奇 这就是 对吧 这就是 这就是AI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 以前我们下棋 总是讲究一些形容 要好形 好看 对 但是你 这个引起才适应到 对 你效率最高才是最重要 没错 所以他这个 效率高就是好心 对 他这个提的效率反倒变低的 要推在这儿还是便宜不少 就是拐的 拐的 差不多 现在黑旗确实是 都没有打僵 再算哪个更大 还在最后 对 最后再拼搏一下 看看哪个更大 其实这个弯也不小 这个 就什么 弯这个也不小 现在还有什么大棺子吗 这拐到之后 弯就没有了 就可以坚住了 那也先手 跟弯 一二三 还好 这个应该小 现在就是 要么弯这个 要么吃这个 哪个大了 我的感觉还是弯这个大 也不知道 那棺子现在有点难收 弯 或者是吃 是吧 应该不会走 我觉得这个 相对小一些 除非他有棋 是吧 中间这一带 有什么棋吗 也没什么 就看作白棋 先手就好 对 这个地方差不多 就是这样 要么你就 以后你就是贴完猴 或者是小间 要么就贴完弯也行 对 中间应该没什么齐 那现在 吃前 都哪了 它可以的 吃这个 对对对 我就说不是弯 就是吃这个 对 然后白棋肯定是斑 这是 先手关子 搬完一下 就可以暂时不走了 粘了 本来可以考虑不粘 反正保留一个节材 搬完以后 它已经有点便宜了 你再走 它顶先手 对 已经便宜到了 可以考虑不粘 但是粘也没毛病 这个中间尖很大 先尖掉也可以 它这个地方 它有可能以后 花一个后手来收 因为你贴完弯完以后 就粘上 以后花一个后手来收 因为你如果肩 那你 以后这个被黑棋挤掉的话 还是有荧幕的关系 所以白棋索性要走的话 就可能贴完弯 然后花一手棋 花一手棋 粘掌还是搬这个 我搞不清楚 我搞不清楚 跟班这个大一些吧 他实战尖了 尖啊 先手收关 尖问题也不大 以后团也能团到 但是有可能被黑棋挤到的可能 尖黑棋 现在白棋呢 就是把这个先手关子都收收掉 是吧 对 他说的这个班也很大 这个是这个是挺大 这个是很大 是不是把那个走掉 就把这个 对对对 就可以了 他顶了 顶没关系 顶他是团嘛 顶他是团 应该只能团嘛 就不能退 退已经快死了 所以只能团 这就是厚薄的区别啊 嗯 到现在还要被稍微的搜刮一下 一二 看江东任的表情很痛苦 都在反思自己这个脚步的变化 对 有的时候这起一下到后来可能形式已经是确定了 但是还是需要整理一下心情 嗯 你看看这个起 啊 那裤子好久段就 看起来相对就轻松很多 双 这个双调还是要补啊 要不然几十线手 对 还是要补 七十五 这样可以其实七十五半 正常还是要团吧 不够了呀 不够是吧 又点了一遍 不够 我觉得盘面差不多 我不知道我点的对不对 我觉得差距好大的 如果差个一两目 可能我还怀疑我自己点错了 差距好像挺大的 我觉得 你说盘面细起是吧 对盘面可能可以好一点点吧 出出点的不见得对 但肯定是不够了 现在没有什么 没东西收的 没有什么可翻盘的地方 那么现在韩国还剩三元大将 也基本上是他们最精英的三个人 我觉得 这个二绅 大绅小绅和朴婷环 对 黑棋只此一手吧 只能是团这个吧 不团还能走呢 不团这样连续是单关啊 这还好歹还有 还有一点 哦不对 不能团这个 这个是死 这是不是死的 这已经死了 哦 勺子 一打吃一飞是吧 他不用他就打吃了 不用打吃了 直接把你飞死了 看错了 对 你要团演的话 这个可以打进来 对对对 所以他只能 只能 对对对 这个突然间看见 连回 那白了反正就粘 粘掉吧 粘掉 上面粘掉 对 粘了 走 现在能 然后就 把这个搬 把这个搬住 搬住就行 这样的 那边两个建核 这个可能稍大一点 可以去收这个 白去收那个 一个一个 对 让黑机便宜一点点 嗯 这 大致就是这样的图 这样差不多 嗯 黑棋这地方还欠着点木 这一打吃粘不上 哦 因为有一几 对 这地方还欠着木 嗯 那现在 现在的差距 确实是 越来越大了 嗯 还胜负 最终的胜负 还是这个脚步 白就像 这块就快50了 嗯 六 六十六 嗯 嗯 这就是这么白 越来越多是吧 就快80了 我怎么觉得 我点错了吗 也没关系 现在反正 最快点错了 47 最后总是赢了 53 63 69 也有78 9 嗯 78 9 这块刚刚刚是 50 真的有盘面差不多 盘面胜负 现在我应该点清楚了 江泽人九段也是 呃 20岁就拿到世界冠军了 对 也是成名很早 对 成名很早 他拿过两个世界冠军 啊 两个吗 对 呃 第一个是富士通 哦 后来前两 前几年 又拿过一次 LG杯冠军 嗯 他两次都是赢的 他的韩国同胞 嗯 而且他拿第二个世界冠军 我印象还 还印象挺深 因为那 那一届 他是LG杯冠军 正好说是 世界冠军的 第一百冠 哦 是一个整数 哦 那他这个 数字还是很吉利 对 数字很吉利 所以有 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 嗯 就是把这 刚刚刚才 把这线手收完了 我觉得他没收 哎 姑子豪起身了 哦 那应该是结束了 结束结束 那应该 那看看 对 那应该搬是最后一手棋 是吧 没什么下头了 没下头了 确实是 没东西了 下得很好 这个姑子豪是下得很好 这个 好 嗯 呃 这盘棋 哎 哦 还有一些 有吗 还落了几手 可能最后是粘 哦 嗯 因为棋谱是有岩石的 啊 最后一步是白棋沾 白棋沾哪个 沾这个角 呃 沾这个边上 呃 188手 姑子豪是直白中盘获胜 也是祝贺姑子豪啊 他沾这个是不是就是求投场了吧 那沾这个是什么意思 本身没有没有意义的意思 哦 还有东西 还要吃进来 是吧 对啊 这一般 吃 还有棋 还有棋 太难受了 没法看 太难受了 我还没注意到这个地方 味道还那么坏 对 嗯 对我现在刚才听到导播说 可能一会儿我们要会请姑子豪 啊 来到演播室和我们简单的交流一下 嗯 这还有几个问题也可以问一问啊 这个对局者 主要说是这里吧 嗯 是吧 周老师 对对对对对 这个可能最后的胜负关键处就是这个脚步 是 到底都不能管 对 那么处理好 可以问一问这个对局者本人 处理好了 应该还有的下 反正这段下完就结束了 对 反正我们摆是不好像不能拐啊 对 看起来确实是拐是拐是拐不到 但是AI给了一个图 但是AI给的可以拐 对 我们就是有点不自信了 是吗 我确实看了很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觉得不能拐 嗯 这盘棋 不管怎么样 最终这个结果还是让我们高兴的啊 中国队是在第一阶段赢得了这个收官战的胜利啊 好 我们稍坐 稍等我们有请这个骨子豪九段啊 那么也谢谢周老师的精彩点评 这个刚刚 结束比赛的骨子豪九段 辛苦了 好 我们有请骨子豪九段 嗯 好 骨子豪九段 祝贺你啊 谢谢 这番棋赢的我们看起来也是下得非常精彩啊 其实有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向您请教一下 这番棋好像是不是升幅的一个最后的观念处是这个角度 嗯 对 我觉得当时这个地方就是下之前觉得 呃 其实应该还比较接近 就是我个人觉得 然后这个这个脚被我先手这么连回之后 然后在公主要是这个棋当时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关子 就是说被我抢到先手之后我觉得它就不够了 是 实战被你这么加下来这个形式肯定是黑气形势已飞了 但是在此之前比如说它靠的时候嗯 你当时选择扳脚嗯是怎么考虑的我当时觉得嗯这个棋如果是自己 所以做活的话就是嗯可能需要落一个后手比如说我如果顶一个嗯它等然后我然后并这个嗯然后它这样我再挤一下的话就这个这个几步我看好像就是也也没有活干净这个里面还需要再花一手棋做活吗对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挤这都没有呢 反正我当时看对这是行这个地方好像还是没有还是没有活干净 哎呀有可能还要再补一手是吧对如果是还要再补一手的话那我这个地方花一手棋然后这边再被它抢到我就没有剩下就没有大关子嗯嗯所以我当时我当时这个班的时候我确实想过它加嗯因为它反击也是很正常对 然后我当时其实最主要考虑就是实战这个图当时这个图就是我觉得嗯因为这个时候它沾如果我是直接度过的话嗯嗯然后它就可以先手度一下然后它要再补吧然后它再补这个但是它如果能补到这的话它木树首先比实战明显要好嗯第二个是第二个是它厚薄这一吃完之后它就全厚了是是是所以说 下成这个图我觉得不是很满意反正我当时就就是当时爬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场因为这里面变化也非常复杂就是哎这里我提问一下 啊现在白旗黑旗能不能布置不要沾黑旗直接度呢嗯如果直接度也是可以但是直接度的话我以后就是我肯定先走那边嗯然后以后这边这边以后挤一个就是这样的话它这边挤它如果沾上嗯然后我再长到这儿再长是吧就是以后它这可能还要这边都没有嗯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跟它沾完度完虎到这儿相比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被我多就是多了一些先手嗯然后然后我可能这个地方我当时想就有可能能够从这地方钻进来如果笑它这边的空所以所以这样的话度跟它沾一下我觉得还是差不少嗯嗯那么最后一个比较关键的场合就是嗯 实战它沾它沾的时候霓装这个比较严厉啊嗯对它好像不好办了这个棋其实我当时当时一瞬间还想过一个变化图就是它如果度这个嗯然后我打持它沾上我度然后然后然后它再沾这个其实其实这个图我当时也是没有没有看清因为其实其实这个沾我我当时实战想的 我预想是它先铺嗯嗯所以其实我我这个地方是本来是这么想的以为它这样的话就不行因为它如果先铺的话我补回去这边是差了一期嗯然后这个棋我可以先断然后它吃我盛一下盛一下之后再沾回它沾上了然后我再断到这儿对这是什么情况这样的话我看是 对杀白漆是跨一期这个局部嗯因为白漆可以先手断两下但是其实我就刚才突然发现这棋它好像可以直接沾如果这样的话确实不知道会会是什么情况直接沾因为如果我还是断两下再沾回这个地方等于黑漆多了一期少铺了一下然后我如果直接冲的话这个被它铺到这儿 没关系啊然后我提它吃嗯这样的话哦那比实战这样的话木术首先差很多对比实战黑漆木术对然后这个地方我少了一个子就是基本上也供不着它你实战这两个都是线手实战其实这个但是基本上用这个线手嗯但是这样首先首先木术差不少然后这个地方还少一个子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然后确实战就不知道会会是什么情况这样的话黑漆比实战要好对要好不少嗯但是实战这个呃我们就特别疑惑的一点啊嗯就是白漆能不能拐啊黑漆能不能拐对这个图我也是看过当时它如果能拐到这一下也是差很多但是嗯我当时说这里对怎么沾了它如果拐这个的话对这个其实是一个 嗯受负的一个关键了对如果能拐到它肯定不好了对如果能拐到这一下那自然这个地方首先多了一个断点是然后这一下本身木术也差一些嗯但是这个棋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这棋是可以搬这个然后然后它是吃这个嗯我提然后再铺 拐上一层扑这个踢反正这个地方变化非常复杂我确实也没有前面也没有完全散青但是当时走到走到长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变化就是断的时候铺这个它这地方刚好不入气对啊两边都不入气对我当时一开始以为因为这下之前感觉这个这个形状就是以为它断到这我总得粘然后这好像慢起 后来突然发现这起我可以铺这个嗯所以说后面这个角的变化还是非常复杂但是就是说这个拐对它走到这儿但它拐一个好像并不成立可能不成立啊嗯是那现在看起来可能黑棋之前这个对黑棋这个镀这个粘嗯不是黑棋可能就是镀这个镀这个的话这个棋还非常不要粘直接镀是吧不要搬这个不要搬这个因为它搬完之后已经没有选择就只能是实战那样 对对这个变化这个局部下完之后好像已经是白棋形式已经非常的乐观了对这个局部确实只能说非常复杂也是我觉得比较关键但是其实这盘棋像之前的话我感觉就是一度形式还不错但是对这里拖的时候是不是在这边尖起来比较贱命因为我当时当时前面判断是挺不错但是突然下到这个时候我冷静点了一下 大家好像也没有明显点出自己好而且当时我在想如果这个地方正常走的话嗯它可能有一个二路漏就是二路漏然后我跟着硬它在顶完翻就是那样的话我木树要被它给你说你说什么时候它漏就是我当时想走的时候我如果我本来在想直接靠这个哦不拖是吧对我当时拖就是为了防止防止它漏这个我如果正常走的话被它顶了一翻过这个 哦这个木树对这个木树损失会非常惨重这个被黑奇捞了很多木树对而且我当时先走的话它可以先往这边交换一下它不交换我最主要是我之前是觉得就你这边都不走直接捡起来直接捡我也想过但是我当时没有没有搞清楚捡一下便不便宜我当时在想这个就是也没有想清楚不过从后来看有可能是应该先捡一下再走嗯不过其实我觉得当时当时当时 我等到这的时候就是我我家家的时候其实它它这不拖拖还有后来就它后来这个思路我当时感觉并不是可能不是最佳的因为它这个局部首先亏了不少嗯除非它这边把我能弄得特别惨反正我觉得因为本来它如果直接正常先手走到这边再拐吃到这的话其实它木树也是挺多嗯嗯这盘棋好像前半盘一直都是黑白起 还不错啊嗯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好像没有没有下好比如说这个地方其实我当时下完之后有点就有点后悔觉得虎完长可能可能不好但是我也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下完之后我觉得这一代的棋型好像不好拿了对我当时觉得不好走但是下完之后我突然觉得嗯这棋可能自己往这跳一个也还可以那它底完长是吧 这里对它顶完长的时候哦这里其实我本来跳因为其实我本来如果我当时本来是觉得要走的话要么什么尖但尖一个棋型太差了感觉然后如果是飞的话当时我是感觉要往这走应该是飞一个但是我当时怕它怕它这个尖一个因为我这个地方没活然后也不太可能往自己往外面撞如果要活只能挤这个这样它的虎到这儿我好像 两边有点难以兼顾当时觉得如果长完打迟的话被它搬下对所以我当时想了半天觉得这棋又好像走别的也不太舒服所以就决定往这个火撞把自己走后对那我现在觉得我可能跳到这儿好一点嗯这样的话它如果煎我再挤嗯它粘的话然后然后我就打拔 直接打拔对这样第一个我木树其实可能比实战还好一点然后这边我也刚好算是两边都走到所以我我觉得我觉得可能走在这边会好这样的话白旗旗行更对我当时觉得我当时觉得形式应该挺不错的然后后来后来感觉这个地方走完然后中间被它围住之后好像 嗯我就觉得是呃其实是比较接近吗嗯比较胶着的状况比较接近对而且还是六本是是是是啊不容易啊这个农心杯上 您每一局棋对都非常的不容易也是祝贺姑子豪九段辛苦了取得两年胜成为了这个泪主还将继续出战下一阶段的比赛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就到这里再次祝贺您谢谢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